大家好,我是博哥 信哥小课堂 今天咱们聊一聊 怎么保护好鸽子蛋 每年我们的总鸽调理完了 做上队了 鸽子开始陆续的下蛋了 要做好以下这几点 我们才可能预装出优秀的赛鸽 当我们总鸽下蛋了 蛋的表面上可能会沾一些杂物 比如粪便 我们不要去擦拭 因为鸽子蛋的表面上会有一层保护膜 保护着里面的幼鸽正常的发育 它防止细菌的侵入 防止水分的流失 我们为鸽子选这个孵蛋的小巢盆的 我们要选择干爽的 不要选择一些潮湿的 它容易把水分浸透到鸽子蛋里 影响鸽子孵出寡蛋 孵出臭蛋 当两枚鸽子蛋已经下完了 在四天和五天的时间 我们拿出来 对着太阳光一看 里面会有血丝 就证明这个鸽子蛋已经在成形 已经在发育 如果里面没有血丝 依然清澈的 这时候你可以鸽在耳边晃一晃 轻轻的晃一晃 感觉 逛荡的声音 有可能这个蛋就已经是寡蛋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拿出去 当鸽子蛋已经孵到18天 鸽子就开始破壳而出 我们拿在蛋壳的时候 看着里面 如果有一些血丝 就证明这个鸽子蛋的胎盘收得非常好 如果里面它有一些杂物比较多 就证明这只鸽子的胎盘收得不好 这样的鸽子喂出来之后 也不要去打比赛 因为它体质不健康 我们的总鸽下出来的蛋 我们拿手看的时候 它正常来讲是蛋比较大 表面比较光滑 圆度比较适中 这枚蛋就证明它的质量很好 如果我们的总鸽下出来的蛋比较齐形 表面上还有一些麻点 就证明这个蛋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要把总鸽的蛋光滑的 做上记号 拿这样的鸽子孵出来去打比赛 表面麻点的这样的鸽子 我们就不要去拿了 因为它的本身的蛋就不好 所以将来它孵出来的体质 也不会太好 做好以上这个几点 保护好我们总鸽下的蛋 才有可能坐欲出优秀的赛鸽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拜拜